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 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 我愿全心荣耀耶稣 放弃依靠我自己的骄傲 你的祝福无法彻度 靠你能力我能胜过世界 而我不再看我所有成就 如同手中担保 一切江山都不能够 与你的意义 恩典相比 我愿全心荣耀耶稣 因你恩典是我的新生命 你的怜悲 触摸我心 你慈爱为我的软弱效力 而我 这一生别无所求 只愿更认识你 所有成就都不能够 与我的主 如荣耀相比 耶稣基督 我的依靠 你的十字节是我永远的荣耀 我愿全心荣耀耶稣 放弃依靠我自己的爱情 我愿全心荣耀耶稣 放弃依靠我自己的爱情 你的祝福 无法遮阳 靠你能力 我能胜过世界 而我不再看我所有成就 如同手中担保 我愿全心荣耀耶稣 我愿全心荣耀耶稣 因你恩典是我的新生命 你的怜悲 触摸我心 你慈爱为我的软弱效力 而我 这一生别无所求 只愿更认识你 所有成就都不能够 与我的主 如荣耀相比 耶稣基督 我的依靠 你的十字节是我永远的荣耀 生命每个气息 都是属于你 我的眼头 我的盼望 是你我主 我的盼望 在于你 你是我魅力 我的预处 都不能够 增并 你是我魅力 我的预处 清白你 你是我魅力 你是我魅力 我的预处 清白你 耶稣基督 我的预抗 你的十字节是我永远的荣耀 耶稣基督 我的预抗 你的十字节是我永远的荣耀 每个气息 都是属于你 我的源头 我的盼望 我的源头 我的盼望 我的源头 我的盼望 是你我主 各位在主里的家人平安 又是与主相遇美好的时间 透过这德律十五的灵秀祷告时间 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我生活的力量 让祷告帮助我们得着生命的改变 以更新并经历祷告所带来的祝福 今天的灵秀祷告的系列 是经历神的真实 至神的真道 首先让我们读今天的经文 取之在帖前二章十一到十三节 帖前二章十一到十三节 十一节 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 安慰你们 束缚你们个人 好像父亲戴自己的耳里一样 要教你们行事对得起 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 为此我们也不足地感谢神 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 就领受了 不以为是人的道 乃是以为是神的道 这道实在是神的 并且运行在你们新主的人心中 弟兄姐妹今天的题目 谈到是神的真道 神的真道就是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是大有人力的 能够使人的生命得以更新以改变 并使人得胜在每一天的生活中 若你同意的 请说 阿们 曾经有一个美国白种人 到非洲国家做生意 开了一间的工厂在那里 在五间的时刻 他看见一个黑人员工 在书下休息 并正在读圣经 这个美国老板就取笑这个黑人说 这本圣经在我们的美国已经不流行了 已经是过时了 然后呢 这个黑人呢 一面看着他 一面指着自己的独子 回答说 神的真道 神的真道是奇妙的 天地万物都要过去 但神的道是长存的 另一种是人的灵魂 人的灵魂需要什么呢 需要神的真道来拯救 而这神的真道要拯救失落的灵魂 叫新的人得着永生 刚刚我们读到贴钱第二章的时候 我们可以呢 看到保罗和同工 他的提摩代 而希拉来到这个贴撒罗尼加这个地方 保罗一年呢 三个的安息了 都在这个会堂里面讲道 许多呢 贴撒罗尼加的人呢 因此信了主 保罗在讲道 受到极大的那种果效 知道是神的道 不是人的道 是神的道 在人的心中运行 叫人因信耶稣而成为神的耳里 得着永恒的生命 神的道是非常奇妙的 要种在人的心中 长出了许多生命的果子 刚刚读到贴钱第二章十一节 经文说道 你们也晓得 我们怎样劝勉你们 安慰你们 束缚你们个人 好像父亲戴自己的耳里一样 要教你们行事 堆得起那 招你们敬他 获得他荣耀的神 保罗在这里呢 劝勉信徒们 要持守神的真道 并且呢 要依靠真道来 站立的稳 过基督徒 和神信义的生活 为何要持守神的真道呢 因为二子呢 不甘心 信徒们呢 能够持守真道 所以呢 他常常呢 就做搅乱 破坏 使人的信心 动摇 所以保罗以爱心 劝勉这些的信徒们 鼓励和安慰他们 要他们在信仰 道路上呢 要站立得稳 让我们呢 真的时常来更多的领受 神的真理的装备 牧子的劝勉 我们互相呢 以神的话语呢 来彼此建立 这样才能够活出 基督徒得胜的生活 神的真道呢 能够产生 两种奇妙的功效 那这里有两方面的功效 第一是什么呢 第一 神的真道 可以呢 更新生命 是的 神的真道是大有能力的 圣经说出 出自神的话 没有一句呢 不带能力的 神的话语 能够洗净我们的生命 洗净我们旧有的价值观 我们的旧有的行为 使生命好像流通的管子一样 带来生命的更新 在这里呢 我想起一位教会历史 非常有名的人物 就是奥古斯丁 他的生命更新的见证 我们知道奥古斯丁呢 在年轻的时候呢 他是吃喝 不要赌 生活十分的放荡 其母亲呢 是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常常在上帝面前呢 为他哭泣祷告 带一求 当奥古斯丁呢 到年三十一岁的时候 他心中越来越虚空 毫无快乐而远 有一天他步行到公园的时候 突然听见一个小孩子 在朗朗着 拿起来读 拿起来读 他心里想 我还有什么没有读过的书呢 突然他想到圣经 还没有好好地读过 回到家中 找出圣经 随意地打开一看 看到罗马书十三章十三节 这里说到 行事为人要断正 好像行在白州 不可宽宴追求 不可好事邪当 不可竞争基督 总要劈胎主耶稣基督 不要为肉体安排 去方中肉体私欲 一读到这里的时候 他就感到神的话语 就砸心在他里面 他立刻跪下来 在上帝面前流泪悔改 把自己逛在房间里面 开始了大量的圆读圣经 整个人就好像昏蓝一心 后来成为一位杰出的神学家 写了好多非常有影响力的书 最有名的一本书 叫做千贵路 是的 弟兄姐妹 神的真道真的是可以更新你我们的生命 第二方面 神的真道带来哪一个功效呢 神的道 真道会使人得胜 神的真道不单止使人更新 也使人得胜 也使人胜过试探 大家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 说到耶稣怎样胜过魔鬼的试探 使他自己得胜在那个试探的情况里面 因为耶稣懂得使用神的话语来抵挡仇敌魔鬼 魔鬼用了几个方法来引诱耶稣 用金钱用权力用欲望来试探耶稣 但是耶稣三次以神的话语来胜过魔鬼的诱惑 并破除了魔鬼的工作 耶稣伟大说 经上记载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化 今天我们也让神的话语 神的真道成为我们得胜的武器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 我们可以使用神的真道来成为我们的帮助 当面对问题的时候 我们引用神的话语来回应我们生命所造议的事情 如若我们与人吵架或者争执之后 以福所说告诉我们 4章第2、16节 生气却不要犯罪 不可寒露到热络 4、27节 也不可以留给魔鬼留地步 是的 弟兄姐妹 当忧愁无助的时候 贴钱5章16节 要常常喜乐 不足地祷告 凡事歇恩 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你 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弟兄姐妹 当你灰心失望的时候 菲律比书3章13节 这里说到 弟兄们啊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直跑 当我们面对财务的困境的时候 菲律比书4章19节 我的神必造大荣耀的丰富 在基督耶稣里 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是的 弟兄姐妹 刚刚我们看到 原来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 当我们每天在默想神的话语 并且我们宣告神的话语的时候 不单止也把神的话语 实践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弟兄姐妹 你和我 必然要相信 神的道 神的真道 是大有能力的 同意的请说 Amen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你是满有慈爱的神 你的真道是满有能力 应行在我们的生命里 并且使我们的生命得着更新 以得胜 让我们每天都能依靠 你的真道而行 活出基督美好的生命 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接下来我们为一些事项来祷告 今天晚上有两件事情来祷告 第一件事情就是为着 最近我们的国家 新冠肺炎的确诊人数 一直在增加 特别是在沙巴州和吉打州 确诊的人数最多 因此我们要为这个事情来祷告 求主来抑制 以停止这个疫情继续扩张 这个第一方面来祷告 第二方面 为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工作 以生活来祷告 求神来保守 以供应 好 最后 我们有分享的时刻 这里有两道的问题 第一道问题 二者有可能会透过哪些方式来破坏我们对神的信心 我们该如何才能站立的稳呢 第二道问题 为什么我们在认识真理之后 仍要持续的照交规俱规 与弟兄姐妹互相的扶持呢 那这里有两个问题 大规合 我们可以呢 过后我们可以停下来 来一起来问喜 好 弟兄姐妹 今天我的信息 到此 神 祝福大家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